王仁龙,大家付些钱给你,捐钱当给乞丝 不要紧,你付钱我就可以了,我是乞丝 你给我吧,好久没见王仁龙,龙哥 给我给我,大家当给乞丝就行了,你还要给我 好了,借机会再说一下 我的粽子其实是11月14日来香港 但是就扣了一关,铁定明天严货 如无意外,可能大后日就会送到我 当然,有意外就难说了 那灵资就应该这一两天到货了 订了个朋友上来拿,这就是最后一批 旧包装,用完包装 新包装,当然我们要大幅调整这个售价 给人家几十倍,这样算 好了,先说金马奖 金马奖的焦点,当然是主题是让电影说话 其实金马奖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 因为在以前,我们伟大祖国还没开放 甚至乎我们的电影金像奖 好像在8081年才开始搞了香港的电影金像奖 所以其实金马奖的历史最悠久 过去其实两岸三地有很多交流 90年代那时候就开始了 很多交流 去到这几年,其实就不要说这两年 如果大家有印象 应该,我真的不记得,变年三四年前开始 已经出现了一些争吵了 就是关于台湾属性的问题 于是,有人不上去颁奖 不上去领章话,上去说些说话 有些令到台湾人不合听 甚至于后来,2019年之前 他们真的没有过去 他之前在大陆播这个金马奖 当然,初初拉大有些敏感的 后来就自然迟他一点 近年三年播也不播,所以要杯过去 那你现在香港也不会播呢 香港报纸也没怎么买 你甚至在香港01,他也没怎么写金马奖 大家最早看香港01 但我们香港人拿了三个大奖 OK 你不报其他,我们不熟,我们少看台湾戏 因为大陆没有参展 那是否起码 要讲一下香港导演,或者香港拿到的奖 当然有其他媒体我们看到的 本来是今时今日,这些东西 我很为新能带悲哀的 你说是否犯政治法,那么就报了 你就不停了 连报也不报 首先就是足水漂流的李俊石 12个奖,提名 但最后就拿到一个最佳改編剧本奖 我没看过很多其他电影我不知道 吴振宇为什么会输 但是没办法选这些东西 我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张震就拿了最佳男子 张震是第一次拿 我觉得李俊石导演的样子 有点像十三位老公 就是有点笔记 是不是有点像 他就说 雨带筋烟 用广东话在台前答謝 就是工作人员 家人 也要多谢每一个去访问过人 大家知道 他就说那帮老宿者 就是无家者 他当然要访问 做很多知识搜集 他说多谢他们分享他们心灵的故事 在这一刻还有一帮加油 是他们第三次提告 在法庭捍卫他们的尊严 其实现在是在process中的 他说过 他说 纵使人生有很多很多缺陷 但是这一刻他们的善良而正直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们 最后多谢香港 香港加油 那我就觉得李先生 其实也有勇气的 有些人说 喂 有什么问题 说这句话 你说没问题 我都认为没问题 很多人就不敢说 OK 去金马奖 都分钟并扣母子 是啊 好了 《时代革命》 大家看完了 当他宣布《时代革命》的全场 拍掌雷动 成几十秒一分钟 叫喊喊喊 事实上他在开头的opening 他用电影讲话的时候 就插播了很多参展作品 当然里面也有《时代革命》 《花果飘宁》这些片段 有些真的触及到香港的抗争 那你说 那个主办方 有没有专门黑街 我不去想这些 就是播这些片段 能够更加 remind 台湾人 或者 为了政权 政党 去说话 我不去估 但是如果 因为要让电影说话 让电影说话 就播参展的影片出来的时候 那当然好理所当然 没内容 都